这个题目其实逻辑非常简单 他是说什么 写一个程式让使用者输入十个整数 然后呢并且计算这十个整数里面有几个是 那个基础偶数其实很简单 能够被二整除的 那一定就是偶数嘛 反之就是基础 这个逻辑非常简单 所以你就跑一个回圈 回圈的数量他已经告诉你了 就是i in range 那也许你这个range的话 如果从0开始的话你就到 到9跑完维持 所以这部分的话呢我们来看一下基本上的话 我先demo把这个十个数字把它输入看看 这个十个数字输入之后的话 刚好各一半 所以呢我们来run一下 我把它直接先run给各位看 如果执行之后你把这个十个数字 输入完毕之后 那你可以看到呢他会跑出来 偶数有五个 基数有五个 OK这边的话 那我刚是直接贴啦 贴的话要把那个换号直接贴上 他就自动就出来了 那程式怎么写 首先第1个 这个我想前面写过来大概来看一下 大概类似的 第1个的话呢我们就是 就是建立两个变数 一个偶数一个基数 然后呢再来的话 for I in range 一样啦 我们是 0到 9嘛 所以10的话 实际上这个写法是 0其实他是在 可是你可以省略 0 那10的话跑到9 所以其实就跑 刚好10次 有没有 所以这个是 固定有跑10次 写的方法 记得 那未来你想说老师我可以1到11呢 因为可以啦 我觉得 不要太无聊了 你就是 写比较一个简单的写法 所以这样的话其实就跑10次 然后再来的话怎么样 让他输入 输入一个值之后69 判断一下是不是能够被 二整出 4的话呢 我们就是把这个even 这个变数 加等于 或者 even等于 even加上 自己本身加1 也可以啦 其实 不过想说加等于慢慢你习惯之后 这样也 蛮快的 OK 然后反之的话呢 那就是 这个 把他 激素 再加1 IE10类推 把10个全部跑完之后 再输出 那个 到底有几个 不过最后也是要检查一下 有没有空白 OK 那你会发现 这边 我输出的时候呢 我这边其实 没有空白 你不要没事多一个空白 为什么呢 那你想说老师那空白在哪里 前面讲过没有 如果你是用逗点的话 print加逗点 他会在 输出的时候同时要帮你空白 然后再把那个 后面的变数 补到后面去 所以记得 这边的话没事 不要多一个空白 反而 要化蛇添足了 因为这边已经有空白 OK 那输出的结果 就可以看到 这个是我们要的 这个这题我觉得比例上 其实还蛮容易的 那再来的话 待会也来看一下那个 410 不过这一题的话 可能难度就会比较高一些些的 如果说我今天需要 410部分 其实就输入几边 7边 Enter 画一个 7边 那个7 其实就7列 1234567 到这里 OK 然后如果要多一点的话 10个 10个OK 有点像那个耶诞数 因为快到 快要耶诞节了 所以会有那种过节的气氛 当然你也可以自己在 增加一些变化 好 这一题的话 请各位试一下 这一题其实他没有特别讲什么 他其实我看一下题目里面 说明值很简单 就是说 设计一个 输入N边的一个 对应的等要三角形 也就是说你输入多少 他就跑几次 所以这边的话 你要自己找出规则来 那这个规则部分的话 大概推敲一下 他一定有空白 他一定有信号 那空白跟信号的关系 好像就是什么 这边应该如果你第1个 跑出来的话 这边的空白数量 他会刚好是 这个数字 在减1 少一个 OK 那信号部分的话呢 他总数 刚好是什么 这底下的数量 这样好像太多了 刚好是什么呢 刚好是我们输入的那个数字 几列的 这边底下 好像这边是6个 这边6个 那这边是1个 OK 所以 你可以大家推敲一下 因为他这边没有相关讯息 所以在没有相关讯息之下 我们可能要找出他的规则来 OK 那请各位试一下 来后面 先还给各位 408 0 8 跟410 408的话就是 算那个 偶数跟奇数 这个我想比较简单 前面都讲蛮多的 person 所以 那个能不能整除的话 就是除 就是除以2之后的余数 伤口 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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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